刷数据作坊,几百台手机疯狂运转。 今日,一条微信公众号刷点击的工具坏了的消息顿时在网上炸开了锅,据悉是因为微信官方调整了一些后台接口,技术屏蔽了刷单工具的操作,所以不少十万阅读量加持的微信自媒体大V纷纷被扒下底库, 其公众号的阅读量骤减到仅为平时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。 该事件的爆发恰好揭露了在微信公众号爆红的同时,一条较为成熟的刷单产业链逐渐浮于水面。 那么这具体又是如何操作的? 有网友爆料称,这些刷量的公众号是利用一种名为微自动化大数据营销系统的工具。 从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到,这满屏的微信开机画面,以及这清逆色的手机,组成了一片蔚然壮观的画面。 眼尖的网友可以发现,微信刷数据工作室里面,这些全天后运转的手机竟然都是魅族旗下魅蓝品牌手机。 这么多手机整齐的运作,还真是挺壮观。 正是靠着这几百部魅蓝手机的全天后运转,将手机画面集中在电视上显示。 配合专业的刷单工具,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10万的阅读量。 商家之所以用魅蓝手机来作为刷单工具,估计是看重其强大的性价比,假设一共500台手机,那么每部手机需要在几分钟时间内完成几百次重复刷新动作,这对于手机系统的稳定性有着极高的要求。 黄张老大如果知道他的青年良品被用来干这种勾当,应该会哭笑不得吧。